嗨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素食料理 就是金瓜跟鹹蛋黃 那這個料理我們的名字就取作 瓜中長金沙 它是一個簡單的素食的料理 那喜歡的朋友可以在家做做看很簡單 就是把南瓜跟鹹蛋黃蒸熟了以後攪拌 攪拌以後就可以一起跟著白飯一起吃 裡面有豐富的維生素A還有葉黃素 所以大家可以對眼睛還有皮膚都很好 大家在家裡可以試試看這道料理 好 我們待會蒸好了再來分享這道料理 哈囉 大家好 現在我們這個食物已經完成蒸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就是先把這個金沙把它攪弄碎 好 接下來我們把這些食物壓成泥了以後 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一起拌飯來吃 其實它是非常有飽足感的 而且味道非常的鮮美 有金瓜的香味還有鹹蛋它原本的香味 不用加鹽 不用加任何的調味料 這道簡單的蔬食料理 希望你喜歡 喜歡這個頻道的人 歡迎你持續訂閱按讚加分享 謝謝 拜拜 拜拜